《雪典電影》 《雪典電影》這個派別有一個很特別的 我覺得非常非常厲害的電影 叫《雪典錄音室》 英文是《Bubble Sound Studio》 其實他是講一個錄音師 跑到1970年代的義大利去錄恐怖電影 他幫他做音效的一個故事 他在錄音的過程裡面 就開始有一些恐怖片的音效 每天徘徊 你可以想像說 我每天在錄音室裡面工作 然後只有恐怖片 一天要錄大概十幾部電影 然後還要聽到女生的那種尖叫聲 殺人的砍聲 裡面其實很特別就是 現在應該很少看 你很少知道說音效是怎麼製造的 像裡面有一幕就是 他砍人的畫面 他是用剖西瓜的聲音來製造 剖西瓜其實因為他是有水的聲音 其實是很像是砍人那種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它裡面有很多有趣的就是說 你原來知道我看到的影像 其實原來是用這樣子原始的方式去做的 那是早期做錄音的那種方式 裡面更棒的是這個錄音室裡面 他的錄音室每天從精神快要崩潰的時候 他所產生的各種幻覺 這是一個很超現實的電影 那我覺得他用一個錄音室 向意大利的恐怖電影臨在致敬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影片 那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去看 尤其是對恐怖片音效有興趣的觀眾 跟你們一icked一陣子 本來是看晚上的電影 你另外一陣子